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Susan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涉明珠、菲利蒙採訪報導 香港是號稱東方之珠的國際大都會 曾連續24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 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 現在已經徹底淪為一個普通的大陸城市 不過 香港資深記者程翔表示 其實香港早已被中共滲透 住食得千瘡百孔了 中共在香港的歷史可追溯到1921年 1921年中共在上海發租界成立 同年8月就到英屬香港發展 一百多年來 中共在香港的活動從未間斷 2012年的時候程翔就曾表示 至少有40萬黨員潛伏在香港 中共從賣茶業、經營灰線 到鼓動6、7暴動 吸收學運精英 再到實施《基本法》、《國安法》 早已在香港那個領域無恐不入 程翔表示中共的滲透系統 也是統一戰線的一部分 有四條線組成 第一線就是 公開的紅線 指中共直接組織的機構 如工會、學校、報紙、書店 電影製片、國貨公司、銀行 貿易公司、航運交通等 第二線就是 半公開的灰線 表面上不是親共社團 但實際上是共產黨組織的各種組織 第三線是眾多隱蔽的地下黨員 分散在各行各業、政府部門 他們表面上可以沒有任何政治色彩 也可以是其他政黨的黨員 也就是所謂的白矮 第四線是極其隱蔽的 長期潛伏在對方核心部位的高級特務 和組織單線聯繫 數量極少 關鍵時刻可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 即所謂的 閒企冷止 程長中表示 根據中共絕密文件 國務院外事辦 港澳組副組長 吳秋舟對港澳工人談話1966記錄 吳秋舟要求中共香港地下黨 學習白矮精神 要像白矮一樣做工作 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 你們的生活不要特殊 一定要聯繫群眾 生活上樸素 生活困難一些 為了世界革命 準備熬10年20年甚至一世 據媒體報導 早在1948年 市任港督的葛亮雄 在《絕密電文》1948年上班年年度報告中描述 中共的宣傳機構和組織 遍佈了香港的通訊社 書店 勞工組織 社會福利機構等 這些組織都是中共南方局屬下 而且部分商業機構 也在新華社的控制下 位於香港島跑馬地的 新華社香港分社 表面上是新聞通訊社 實質上是香港澳門地區工作委員會 簡稱港澳委 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團 在回憶錄中說 我的職務 對外名義上是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社長 實際上 港澳工委書記才是正業 是中國政府駐香港的總管 程翔還指出 在1997年主權移交前 香港正式註冊的社團是8695個 2017年香港註冊社團的數量 飆升到52386個增長5倍多 程翔說 20年間建立了近5萬個社團 說明什麼問題呢? 說明中共是透過建立社團 來掩護它的黨組織 還有媒體2016年報導 據香港政府的紀錄顯示 自1997年以來 已有近90萬大陸人持單程證到港 而當中有很多 前任或在任中共高官的家人 甚至官員本身 都通過化名的港澳單程證移居香港 報導還說有港人擔心 中共通過控制單程證的審批工作 向香港輸送國保、間諜或親共人士 以逐步改變香港居民結構 中共的滲透無孔不入 遍及世界各地 網圖稱霸世界 程翔指 中共在此刪奪政權後 就計劃要長期利用香港取得全世界 根據中共絕密文件 國務院愛事辦 港澳組副組長 吳秋舟對港澳工人談話1966記錄 吳秋舟說 英國人想長期在香港 他們在香港有游泳 我們在香港也有利益 他們的目的是要從香港拿多少錢 一年拿幾十萬 我們呢?要拿整個世界 程翔表示從中看出中共野心極大 要拿全世界 手段陰險 防不勝防 在對手不知不覺中 用鑄食方式消滅對手 老謀心算 大規模 長時間敢做滲透的工作 那中共在美國有沒有建立地下組織呢? 程翔表示 肯定有 中共正在全美國各大州高校建立黨支部 包括紐約州 伊利諾伊州 西維吉尼亞州 加州 康涅迪格州 俄開俄州和北達科他州等等 美國南卡大學 艾肯商學院港籍教授 謝田對美國之音表示 據不完全統計 中共統戰部據稱直接控制著 在美國的大約600多個同學會 同鄉會 學生學者聯誼會等華人社團 而且中共還滲透美國主流社會 上至各級政府 下至學術 媒體 金融 科技 影視娛樂等各行各業 中共實際上將美國社會 從上到下都完全滲透了 尤其是美國權勢核心圈 被中共滲透嚴重 程翔表示 中共資深政策顧問 人民大學教授澤東升 在2020年11月28日的演講影片中 突然忘形地說 在1992年到2016年之間 中美之間各種危機 都可以在兩個月之內搞定 並提到 我們在美國的權勢核心圈 有我們的老朋友 拜登上台了 誰幫拜登的兒子建立基金啊 這裡裡面有買賣 有他的政治和戰略價值在裡面等的言論 中共非常擅長滲透 程翔舉例說 甚至連上世紀50至70年代的大逃港 八九民運 現在的走線 中共都派大量特務 武衝逃港的難民 武衝六四民運人士 以及走線客 以這些方式進行滲透潛伏 現在海外民運沒有起色 不起作用 原因更多 但中共的滲透破壞 卻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中共對海外民運 有一個十六字方針 就是加入民運 領導民運 分化民運 消滅民運 程翔說 誰會想到 知名民運人士王書軍 在2006年開始 就擔任紀念胡耀邦 趙紫陽基金會的秘書長 會是中共的間諜 程翔說 可以肯定所有的社團組織 只要達到一定規模 中共都不會放過 都要滲透其中 這是一個規律 程翔表示 當一個民間組織達到一定規模 或有一定影響力的時候 中共方面有三類人 會對這個組織感興趣 第一類是國安部的人 他們要來了解這個組織的政治傾向 組織的領導者是誰 和他對中共的態度 一類就是統戰部的人 他們會把這個組織的人分為三類 親共、反共和中立 並對不同的人採用不同的統戰手法 進行分化 還有一類是組織部的人 他們會來發展中共黨員 而且 凡是社會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 有一定影響力的人 中共都要設立檔案 將他們的一舉一動登記造冊 程翔舉例說 曾經有一個政協委員的太太 去香港親共文匯報投稿 結果國安部的人就來找他 叫他不要投稿 因為他寫一份稿 國安部的人就要和他做一份記錄 程翔還表示 曾有國安部的人告訴他 香港社會稍有名望的人 在國安部都有一份記錄 不過 程翔表示 他沒有辦法告訴海外華人社團 怎麼分辨哪些是間諜 哪些不是間諜 哪些是搞滲透 哪些不是搞滲透 但是作為海外華人 一定要有清醒的意識 直到中共一定會滲透海外華人社區 程翔說 大家要有這樣的意識 關鍵是海外華人要避免自己被統戰 要有防範的意識 也就是說 我知道你搞滲透 但我不怕你 我堅決反對你 今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 e- 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